想了半天都想不出该敞白 可恶啊 今天继续走马灯诸事会社系列 这次讲第七集 主人公是一位49岁的大叔 刚刚被老板炒了鱿鱼 他不敢面对家人 因为他的工资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 现在他丢了工作 以后的日子该怎么办 大叔在家门口助力很久 才有勇气走进去 妻子对他的态度很差 刚登场就抱怨大叔回家不打招呼 完全不问为什么 随后妻子又要求大叔 把自己的零用钱放在生活费里 因为电费涨价了 这下大叔没有任何可以自由支配的钱了 虽然无奈 但大叔也习惯了 毕竟自己一直都在为家人而奋斗 即使再投入点 对他来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虽然家人都靠大叔养活 但他们压根就瞧不起大叔 大叔表面上是一家之主 但实际上地位却很低 他本想关心儿子的学习情况 结果被儿子顶了一句 他又问大女儿 留学的准备是否已经做好 结果大女儿完全无视他的存在 自顾自的和母亲聊家常 只有小女儿的态度稍微正常点 回答了大叔的问题 但他的意思却是在说 大叔赚的钱太少 以至于他买不了漂亮的衣服 无法和其他同学攀比 妻子叫大叔不要问这么多 感觉有些恶心 随后妻子发现了大叔不对劲 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灌下一口酒后 大叔把自己被炒的消息告诉了家人 这下大家慌了神 没有经济来源了该怎么办 还有21年的房屋贷款 儿子上学还有学费 大女儿留学也是一大笔开支 还有小女儿的衣服 大叔无言以对 家人健壮纷纷扔下碗筷 这顿饭不欢而散 只留下大叔一人独自喝闷酒 大叔只有在喝醉酒后才有勇气抱怨 但醒来后就会什么都不记得 第二天大叔去了好几个公司应聘 但都无功而返 在这个年纪失去工作 真的太要命了 大叔在找工作时 一阵铃声吸引了他的注意 原来是走马灯诸师会社门口的铃铛在响 这里竟然还会主动叫别人进去 大叔开门后一道强光 将他带进了走马灯诸师会社的内部 神早和以前一样向大叔介绍了自己 大叔以为这里在招人 但神早完全无视他的问话 直接将他带进了房间 神早告诉大叔 这里能观看自己的人生 说着便帮大叔播放了光碟 介绍完后 神早就立刻离开了这里 屏幕里是11年前大叔的第一视角 那时候小女儿还在妻子的肚子里 两个孩子都很依赖他 一家人其乐融融 看到这些画面 大叔回忆起了曾经的欢乐时光 只可惜再也回不去了 大叔一边听录像 一边决定接下来要去应聘的公司 结果录像放到了昨天晚上 他喝醉酒后的画面 大叔喝醉后 家人突然开始商量 要不要制造意外 害舍大叔 只要大叔一死 他们就能得到大笔的死亡赔偿金 这笔赔偿金足够他们逍遥十年 大女儿甚至说直接杀了他就好 何必这么麻烦 大家一起动手 并且相互隐瞒 肯定能瞒过去 听到这些后 大叔惊了 自己这些年来努力工作 到底是为了什么 怎么养了这么一群畜生 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回家后 大叔打开了儿子的笔记本 发现儿子竟然在浏览杀人教学的网站 原来他们在录像里说的都是真的 他们真的打算杀死大叔 这时儿子突然回来了 大叔连忙盖上笔记本 幸好动作快 没有让儿子发现自己偷看过笔记本 大叔在房里思考了很久 最后决定服毒自尽 与其被家人杀死 不如自我了断 这样心里没那么难受 就在这时 妻子突然进来叫他吃饭 于是自杀计划便暂且搁置 吃饭时 大叔听到了一声扑通 于是问家人有没有听到 但家人都没什么反应 妻子还抱怨大叔屁事多 大叔心里难受 一个人来到家门口 决定在这里自杀 但想了想还是放弃了 正在这时 一名黑人突然出现 原来刚才的声音 是他跳进了大叔家的院子 所发出来的 黑人从背后偷袭 将大叔打晕在地 次日警察调查后告诉大叔 你家里的积蓄都被偷了 并且你的家人和你一样 都没见过罪犯的样子 所以这件案子需要调查一段时间 大叔觉得这件事不单纯 搞不好黑人就是家人派来的 自己服大命大没死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 大叔再次来到了走马灯诸师会社 得知可以观看和自己有关的人的人生后 大叔决定观看家人的人生 看看他们是怎么制定杀人计划的 大叔选择观看儿子的 结果还没开一会儿 门外突然传来了神找说欢迎的声音 原来是家人找到了这里 大叔本想编个理由骗过家人 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不对 儿子还发现了写有自己名字的光碟 趁他们研究时大叔把毒药倒进了水里 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 结果家人突然播放了光碟打乱了他的计划 家人终于明白为什么说这里能够观看人生了 因为屏幕里放的是儿子的第一视角 儿子质问大叔为什么要查看他的隐私 大叔听后总算硬气了一回 你还有脸问我看看你们干的好事 说着大叔便继续播放录像 想通过录像揭穿家人的丑恶面目 狠狠打他们的脸 原来看杀人教程只是儿子的爱好而已 并不是他想杀人 大叔走后儿子打开了购物网站 打算给大叔买一条领带 再过不了多久就是大叔50岁的生日 家人都在准备为大叔庆生 想给他一个惊喜 大叔这才得知自己误会了他们 他们知道大叔一个人撑起这个家不容易 所以想表达一下自己的感激之情 得知真相后大叔留下了悔恨而有开心的泪水 后来警察打来电话 黑衣人已被逮捕事情圆满结束 就在这时妻子突然拿起水杯准备喝水 但这杯水被大叔倒入了毒药 大叔连忙跑过去阻止 最后的结果没有明说 但是按照喝水的尽头来看 只要妻子不是反应特别迟钝 耳朵特别背 基本上都不会有事 这个故事我觉得有些为了反转而反转的感觉 你们觉得呢 接下来是微博问答环节 奥雷有没有想过加快自己的语速呢 这个问题感觉似曾相识 其实很久前我就试过加快语速 但是太快的话 有些观众需要边看边暂停 反而会影响观看体验 所以后来就不会刻意去加速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奥雷 我们下次见